好的 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的揭幕战 我是解说 李久 我是解说 琪琪 我们的第一战将会由TS队阵到HERO酒精 我们知道HERO酒精是我们上赛季的总冠军 是 非常强势 但是今天的对手TS虽然作为一支新军 但是我们知道KPL一直有一个魔咒 虽然他们说他们不相信 就是我们的预选赛魔咒 确实像TS这支战队在预选赛上面可以说战绩非常的傲人 他们是拿了一个九连胜 唯一输的一场就只有一个大场 就是你不要输掉了 其他全胜 没错 所以说今天的主题就是到底是新军先翻老将 还是HERO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们先来在比赛之前来看一下 TS这支战队它的过往究竟有多么的强势 其实这支队伍在整个预选赛当中仅负一场 拿到了九连胜 对 而且这支队伍当时是从QGC上来的 他们是QGC的冠军 QGC上来的队伍是第一批进入预选赛的队伍 可以说实力应该算是几大赛区当中是比较强的一个实力了 对 他们在四大刺激严赛当中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特别在本届的预选赛当中 他们创造了非常多项超高的数据 他们是场均BUFF控制率 唯一一个超过60%的队伍 他们也是场均推塔数唯一一个过期的队伍 同时他们的野怪击杀数到达每局74只为第一 暴君控制率达到惊人的82.1% 就是八成的暴君控制率 同时他们的主宰控制率到达了平均1.14% 就是说几乎每局都有一套主宰 他们其实前期基本上我看他们打强队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打强队的时候前期尽量是避免失误 但打了双方都不凶 一般拖到一个中期或者后期的时候 往往TS就能抓住机会去翻盘 没错 那么打相对弱势一点队伍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半碾压的一个状态了 而且他们队伍有一点非常有意思 会区别于其他的队伍 就是他们的一个打野的一个轮换 很有意思啊 就是如果说拿到裴青虎这种刺客野的时候 就是暖阳去打野 如果说裴青虎被搬了 这个时候只能拿到射手野的时候 就会让13去打野 这个时候暖阳就去走边路 没错 不过其实我们据我们了解 在整个休战期的过程当中 其实Hero久近的训练赛 训练的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状态也不错 但是其实今天比较担心的是 Hero就是队伍的变化 他这个赛季最大的问题 在于他本身的变革 首先队伍当中上赛季的第二carry点 也是边路的支柱西西 现在离队 到了今天将会在第二场比赛出战的 E-Star Pro 而同时呢 他们的主教练九折 这名教练虽然说 他在线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舆论压力在 但是他的一个场上表现 包括PP战术能力 都是绝对不可否认的 这样的一名教练离队 其实对Hero久近 会造成多么大的压力 是我们很难去预估的 但是有一点比较好的是 他们有上新的数据分析师 就是XQ的Bakman 其实他们对我觉得 现在就是特别需要一个改变 就比如说 之前他们最擅长的是 Poke体系以九车为核心 那么现在需要改变一个体系 就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来改变他们 没错 这支队伍目前的一个状态 其实虽然说不能说特别好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官网 因为这队伍到新赛季 究竟怎么样的表现 其实更多取决于一个 我们说的积累 而现在的TS这支队伍 其实他们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预选赛的范畴 在我的角度看 像之前一般新军上来 我们解说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他们上来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影响发挥 但是我觉得 我对TS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他们建队已经有两年了 他们之前前身是WSG 而且他们在上一届的预选赛当中 当时是有对战到Hero 而且当时是唯一一支 把Hero给展下马下的一个队伍 其实也是有了非常非常久的 一个经验和磨合了已经 而且这个赛季 其实今天我在线上看到 很多观众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赛季的中路格局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法师会不会走下神坛 确实不得不说 在这个赛季 法师不能说不强了 法师依旧是很强的carry位 特别像一些中路的 强势的爆发性法师 比如说小乔 杆江 这样类型的英雄 还是很强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在于 现在也会出现很多 比如说坦克中路 甚至说战时中路这样的打法 变相其实也是 弱化了一定的法师的能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Hero这样以中路为核心打法的队伍 究竟发挥出什么样的实力 其实是需要去观望的 暂时不能够直接定夺的 对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看到他们转变之后的一个打法 这一场比赛将会是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成为 在整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战了 没错 而同时的话 其实我觉得TS目前的一个状态 其实他们的整体打法 包括位置轮换 都是对手摸得比较清楚的 之前对Hero来说是很大的优势 包括我们之前在看他们 预选赛比赛的时候感受到 TS其实是队伍最大的一个问题 可能在于他场上的节奏 就这支队伍他在稳这方面 做得非常好 那节奏会不会觉得有点慢 他缺乏一种能够杀死比赛能力 就这支队伍有时候感觉 他们不知道如何在 一个顺风的情况下 去结束比赛 他们经常都是会去 找机会去中介比赛 就是说抓对面失误 对 以这种方式来中介 是 这样是一个也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稳过头了 其实不是特别好 他们战队教练自己的疗伍 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一点点 小小的问题 这个需要的是可能经验的积累 他们整体在配合 包括团队打法 技能链 各方面打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 在如何杀死比赛这个点上 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说在这方面出现问题 以Hero的一个大赛经验 其实很可能会抓住 这样的机会 给他们致命一击 是 我现在其实 反而是有点为Hero担心 因为他们编路 不是上了新人吗 对 包括他们打野 也是有一个换人的情况 所以说整体的节奏 肯定会和上个赛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包括新人上场 可能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 也有可能会让对手 摸不透他们的一个打法 直接把他们展现马下 这都不得预测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是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Hero久镜 红色方TS 我们来看一下 这局比赛 双方会采用怎么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 上手Hero先搬掉了关羽 先搬关羽 还是球本 其实在对战到这样的新队伍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一些对战经验 更好的方式就是球本 是 而且TS编路神人 他的一个关羽 其实在预选赛当中 使用的也是非常好的 对 但其实这个是比较超出我们想象的 因为关羽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当中 其实先搬他的概率都不是很大 甚至有时候都不搬他 有点我觉得像针对搬 因为神人的关羽 预选赛拿了四场 只死了两次 那只能证明他确实蛮强的 因为这个英雄在这版本 很多职业队伍都不太敢拿 对 江子牙还是得搬 原歌 最后一班是TS的先手班 现在放出来的应该比较多 但是整体看BP的话 单看班尾跟我们之前 上个赛季末的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对 看这最后一班嘛 其实现在裴青虎 不是我们现在比赛 是一个9月4号更新的一个版本嘛 裴青虎的人形态 其实是有一定的削弱的 那对于暖羊 这种特别擅长裴青虎的选手来说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没错 看下搬到了项羽 原歌这个英雄的话 在冠军杯是他的第一次出场 在当时出场的表现 已经证明了这个英雄确实不能放 KPL选手的原歌太狠 但是你直接放裴青虎 其实给到了KR9 非常大的机会 裴青虎这个英雄 无论是哪个版本 只要他是出现了的 他就一定会被异响 大乔放出来直接抢 大乔是按教练的话说 他叫做版本之子 这一局比赛双方放出来的英雄太多了 刚才场下作者COSER小姐姐 各种各样 每个英雄都有 美美搭 是 看KIR酒精的二三选 拿下张飞加甘江 KIR今天的选择 第一局 我感觉以试探为主 还是以我为主 先拿张飞 三楼拿了一个九成最擅长的英雄之一 甘江 二楼的话选择了张飞这样的一个保护性辅助来吻一下局面 一楼的裴青虎 这个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其实我比较好奇 就是我跟七七之前有聊过 九龙这名选手 也是九字本 跟九成像是兄弟 据传他的打野很强 是这样吧 我也听说他的打野是属于那种carry型的打野 所以说他现在在队伍内训练赛拿的一个经济是一个一号位 就是拿的经济是最高 那之前陈下赛的时候拿的经济基本上是三号位甚至是四号位了嘛 对 不过这样的话其实比较好奇啊 因为hero的话打野位一直都是一个补伤害的存在 如果这次换打野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实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拿到裴青虎这样的点 看TS的三楼拿下马可波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依旧是版本强势打野 对 他要在前三楼一定得拿 不然后面被搬的话 其实十三他射手打野的一个英雄池 还是以马可波罗为主 对 他的一个公司里拿的会比较少四场只赢了一场 赛前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小伙伴在现场问我 就是现在九个阶版本四颗打野怎么样 其实我想说 李白啊 韩信啊 你不是说他不强 其实他很强 包括纳可露露 李白 韩信啊 李白还加强了嘛 对吧 也很强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 一啊 这种类型的英雄 推塔是个缺陷 特别推高地 特别难推 第二 他爆发再高 他太脆了 就是刺客打野最大的问题在于容错率太低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拼谁失误少的版本 职业队伍还是会尽可能拿摄手打野为主 是的 但是 其实三楼没有像我们想象中 直接把马可拿掉啊 是 拿的是萨侯敦 可能在预选赛之后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一个弱势所在 没错 肯定是进行了一个强化的训练的 所以说敢把打野位往后放 是 搬掉花木兰 而Hero久经这边搬掉是公孙黎 公孙黎 公孙黎这个英雄其实依旧是不会给你放的 我感觉马可也不会放 Hero这边最后一搬很有可能是搬马可 但是我是感觉 这一手换夏欧敦其实有点把自己换难受 因为你在打野位的选择上会变特别的少 现在胜的 看他们以什么为核心 可能他们这局拿到大桥 他不会以打野的一个节奏为核心而是跟着大桥走 吕元芳 是 打吕元芳配老夫子 然后吕元芳去推他 是 那这局其实大概率是吕元芳我觉得 点围搬掉 是 点围搬掉 铁斯这边搬掉的都是双边 因为现在Hero轴静还没有拿双边 是 像边路可以选择的英雄感觉不多了呀 你看九哥 确实是比较少 像花木兰点围夏侯敦项羽关羽都没了 哦 那个 李白给搬掉了 这个是 这个是 李白有可能是 这个是真对搬吧 知道TS最近训练赛当中可能拿李白的次数会比较多 白李守约 守约拿来点塔跟李元芳这效果差不多 但是守约配老夫子就没有那么好配合 关键这守约走哪 他有可能是走中路的 如果拿去 哦 提一下 提一下 浮夸了 我觉得其实守约跟李元芳二选一能够接受 还是要拿马可 马可也可以 因为现在马可在外面肯定是优先选择的 其实如果配到大桥的话点塔快点凶都是ok的 马可波罗的话打架会更强一点 但是目前看到其实 我是感觉 凯若九斤这时候李白搬呢 嗯 就宁愿放马可就不放李白 是 我我是感觉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知道TS打野李白非常强 不然的话其实没有理由因为 你无论比整体性还是说 呃这个 拆塔能力其实都是马可波罗的强的多了 而且李白的话呢可能怕的是李白跟大桥的配合 因为李白配大桥的话可以无视大桥有没有大这个特点 李白利用一技能的两段 直接飞到大桥的二技能上回家然后立马回来 他可以完成一个无限的续航 所以他不需要去依赖大桥的大招 他可以不停的续航 啊所以说搬掉李白其实就是为了拆开和大桥这个组合 对这个组合其实很强很多英雄都可以跟他这么配合 还有比如说像米月这样的英雄 就是只要有技能能够完成第二段位移的都可以跟大桥配合 是那么Hero九斤最后两选达摩加白旗 这个阵容的话就很全面战士边的达摩可以说是这个版本战士边最强的英雄 之一吧甚至说可能都没有之一啊因为线上基本没有敌手 白旗也是坦克边的一个相当强势的优选 包括他们整体这种阵容的一个配合也会很好打 多控制 对你看这个阵容的话其实你没有了项羽最好的边路就是白旗 再配一个张飞阵容的整体性非常强团战有空有肉 但是TS最后一手辅助位选择装周 看到对面这种多控制直接锁装周 这个就很考验他们的整体配合了 其实如果TS拿到这样的阵容的话他们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不选择跟你打团 因为我有大桥的一个来回调度装周的拉扯 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强行的一个带团战 特别是他们有大桥配老夫子 我们之前在冠军杯就看到这个阵容的效果 两个人游走 只要见到人老夫子直接绑大桥拍一个大招 五个人全部落地 五打一 基本上来说单抓是必死的 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其实这局的阵容来说 我个人的感觉啊 Kero9进的阵容很好 但是被TS的阵容克制 就双方阵容其实是完全走的一个不同的路线 Kero9进这边可能是走一个 环战一钢流 环战对 大招流 然后TS这边是打一个感觉像游击 说白了跟你打太急 我不跟你打 你看你这边虽然说三手控制 但是他们这边装周能解 解完之后就撤 你也很难办 然后如果比单抓的话 前期他们还不一定劣势 就到四之后的老夫子这个点 但是索性还好的是 Kero9的两条边路战斗能力都比较强 但是我觉得达摩可能要小心 因为白起其实不那么好抓 虽然说五个人落地也能抓死 但是最好的选择是把线上强势的达摩直接压破 就是大桥配老夫子 一直打就可以了 然后一旦到达中后期的话 有庄周的解控帮忙保人 拉扯 大桥不停地运作兵线来推线 Kero9这边会很难受 所以说在红色方这边 帖子最后一选 庄周 是非常非常精髓的点击距离 朱星之选 这一局我倒觉得比较考验 Kero9的前期能力 其实Kero的话 前期能力一直不是说特别强 在上个赛季 可能跟城下个人风格有关 他是那种偏法语也核心的选手 但是这一局的话 面对对方这样阵容 如果前中期打不开优势 其实是很难打 应该说你在前期一集团不一定好打 对面有夏欧敦 但是如果在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 Kero不能够打开局面的优势 到后期他们会非常的难打 所以说这局的话可以说是在 Kero9竞这个赛季 第一场比赛第一局 就很考验这名新打野 九龙的实力 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他如果不能通过他的培心虎把节奏打开 一旦拖到大后期 TS这边优势又大 是 像九龙这名选手 是直接从Kero这边的二队上来的 对 其实在他们的配合上面倒不是很担心 特别人想 今天的TS其实他们讲过 他们不相信魔咒 他们相信自己的实力 但是你看 他们其实在开场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状态是很谦虚的 抱着来学习的心态 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以球温为主 这个阵容整体就是一种 我避免对方的长处 比如说对方的一个 长时间的磨合打架 对吧 这样团战 我不跟你打 偏运营了 对 其实所以说这两手搬 我们觉得搬的问题就在这 搬将子牙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乔作为版本之子 他跟裴琴虎究竟该怎么选择 是很多队伍都去纠结 特别是Hero 在想拿到这样的时候的时候 我觉得放装周出来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有一点像把自己阵容 非常克制的英雄 给送给对面拿了 因为对面毕竟红色帮 Counterweight 他们也非常的清楚 自己阵容怕什么英雄 可是没有搬 选择了搬李白 他们的思路有点蜘蛛了 就是他们的思路 已经完全的框在对面 要针对对面打野的一个思路上了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一局的话 Hero的新教练 BP在这方面 其实做的不够太缜密 说实话 如果这局能打赢的话 真的是选手前期打得太凶了 我觉得难度非常非常大 不过还好是第一局嘛 再加上你想 天使的一个辅助是大桥位置 配到另一边装周 包括老夫子的高免伤 你想在边路打开突破口 是非常难的 装周本身有解控和被动 非常好跑路 老夫子 是吧 有闪现 有二技能 B级的大招绑住你走 再配合一个大桥的高速支援 然后这个回家 如果想在边路打开局面 会非常非常的难 我觉得这局如果想要打开局面 其实Hero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在中路 先能够压制住对方 难 因为破碎使用的装周 就是走周 是 装周走周 你想在中路打开局面 确实很难抓 这局看下装周是不是走中路 其实他们在 现在看双方的阵容对比 跟他讲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爆发控制 位移生存推进五项 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这么算的 我们每个英雄都有这五项数据 有不同的评分 每一项评分 单个评分最高三分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分数 是五个英雄相加 看到的阵容整体性 开局直接被拿掉一选 非常快 人头给到了马可波罗 这一波入侵 失败 失败了 只有两个人去对面看了一下 直接被留住了 这个太冲动了 其实他们想试探一下 但是两个肉进去 没想到TS打得这么果断 开局刚刚不到一分钟 TS就拿下了一血 非常快 看一下装周这边已经 中线清完直接去边路 有一波 看一下对面野区 还是中单装周 这个装周 其实这种打法比较少见 TS是属于少数用这种打法的队伍 看一下 TS2018年的KPL 秋季选赛当中 各方面数据都列预选赛第一 属于一个碾压态势 这个就有点像之前的连续两届 第一名进入这连赛队伍 都是这样的数据 分别是QJP跟KPL 远赛主要是赢得太多了 对 而且这样的队伍有不得不提担 就是在上一届的一拳赛当中 唯一只战胜了KPL的队伍 就是现在场上的TS 看一下开场 老夫子跟白起对线 两个人的话其实更多还是舞台了 前进 庄舟在清线方面没有比干姜差 主要大潮一直在旁边帮他丢技能 是 第一条暴君这么压进去 伤害还是够的 这个时间段其实Hero的阵容不算劣势 但是这个暴君直接开 第一条暴君的话Hero酒精这边势在必得 必须要拿掉 如果不能拿到前面的优势打不开了 第一条TS直接放掉了 没有想要去争场 主要是被干将这边消耗太惨了 对 他们现在的一个整体状态 是这种东西龙其实可以放 但是反的对面一个蓝 达摩上去大招没中张飞补大招跟进去 咱够不够白起闪现场 这趟后白先杀一个 庄舟倒跟进去 应该杀不了第二个了 选择后撤 看能不能把这个红MAP反掉 整体的一个状态上 节奏上Hero的开场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现在一定得要逼着对面和自己打架 绑住了 这个有点浪啊 张飞没大 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徘徊 毕竟对面有老父子这样的英雄 倒了 感受到开场的时候 两边手还是有点伸 特别是Hero这边 整体的状态没有完全找到 他们反打的这个时间都抓了还是比较果断的 其实你在看到线上老父子不在的时候 这个位置他只可能在上路野区 老父子总会不能在蓝BUFF有去 最后张飞还是以走为主 一旦被绑住的话走不掉 这是老父子的强势点 而且队友这边都撤了 是 这边再看时也会有点太激进 但如果照这个节奏往下打的话 其实对于Hero是非常吃亏的 我们看到虽然说前期Hero拿到了第一条暴君 但是他们现在经济反而还落后 加上两个人头 其实这个局面对Hero来说不是很有利 他们现在肯定是想抓着自己优势 阵容的一个优势期 赶紧和对面打架 拉开一个经济差 关键是这么打的话 马上和波罗起得太快了 你别看庄舟走中路 其实这个阵容 你更多的可以把它当成双辅助看 第一是庄舟走中路 它不依赖经济 这英雄拿再多钱也没什么用 坦白来说 在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面是射手的地方下 包括干江湘的法式 就是给你庄舟六神庄 你也扛不住 所以他的经济 其实他能清多少清多少 更多的是 会给到打野位的马可波罗 而且中路的庄舟有一个好处 其实你记不记得 之前边路庄舟的时候 他全程跟不上趟 想解控但他找不到队友 就跟不了团战 但是中路庄舟 一旦有马可波罗 帮他解决中路兵线 他可以快速地游走 他可以想去哪去哪 我可以进野区 可以去边路 你去各个野区 各个路 其实都很快 对 就会导致庄舟的机动性 要比他打边路的时候 强得非常多 这个庄舟全程 我可以肆意地去支援 肆意地去保人 比打边路的庄舟 机动性强了不止一倍 我总有一种感觉 他们拿出这样的这种 其实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 对 就看到对面放出庄舟了 就突然一临机一动 那既然陈咬金和张飞 都能去走中 那庄舟也可以走中 刚好有个大小带 这就是说这个版本 中路有时候可替代性比较强 你不一定放选法是 这个庄舟走边路 它其实就起一个清兵线的作用 反正到后期的话 大桥也能够补法触伤害 在队伍当中 你真是缺伤害 他也不缺 他走中路当半个辅助打 然后解放他的机动性 就可以了 哎呀庄舟在下路 好危险啊 吃到对面干将墨也 非常多的技能 他只要不死就行了 他这一局的话 就是一个半游走位 说白了他吃多少经济 根本不重要 反正中路兵线 我可以给打野位 不着急 来断兵线了 看下目前来说 蛮过的一个装备 已经出到漠视 上路这边可能是大桥的一个走位 有点太冒失了 是 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局面其实是不容乐观的 五分钟快六分钟的时间 两边经济是持平的 我们知道其实像大桥阵容 是越到后期越强 因为CD短 而且队友猛 特别到后期的话 像张飞这样类型的英雄 会被弱化 张飞在前八分钟的团战 是非常强的 能肉又肉又能打 但是到后期的话 作用就差很多 加上像马可波罗 老夫子 都是大后期英雄 大桥在大后期的伤害也非常高 帖斯真的是不怕脱的这个阵容 对 但是Hero他怕脱 因为裴心虎本身到后期 不能说他变弱 伤害还是很高 但他在团战的输出性上 包括他团战的自保能力 都不一定比马可波罗强 后期的伤害更是不如马可波罗 这个就比较危险 这边是不打也得打 但是自己很危险 还没打白起仙道 少一个大控制 大桥给大招 瞬间五人到位 如果打起来的话 Hero非常吃亏 因为下轮能来个夏侯敦 不能打了 达摩这边强打夏侯 但是夏侯敦虽然说不能反杀他 但是去抵抗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对 有被动 刚刚这波看一下回放 路青站位 这边白起其实是有一点脱节 走太前了 对 他太靠前了 对 因为想反野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忽视了对方打野的经济 马可波罗这局的经济并不与平静虎差 所以伤害非常高 直接拿下第二条暴君 这个局面对Hero来说很大的压力 庄周虽然说他是脆 但是他现在只要开个大招 团战就没有他什么事 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他团战只要大招开好 就跟他没什么关系 想到一句话 自由自在地做一条闲鱼 对 他真的是一条闲鱼 你看 他其实也不吃什么线 你说他是个中吗 他是个中路 但你真的说他干了一个中路的事情 他真的就是个辅助 而大桥你说他是辅助 他又是半个中路 就这局的话有中有辅 是大桥一半辅助 庄周一半辅助 他的辅助 他的辅助核心 不在大桥和庄周身上 而在马可波罗 对 但你真打到后 其实大桥辅助他也不低 马可贴脸来 有庄周旦还保着 非常舒服 这局的重点 现在已经放在九层身上了 就对面这个阵容 你想要马可波罗 这边被杀掉 只能看干将 只望赔青虎实肯定指望不上 想杀人太难了 现在因为这个版本的原因 他的一个人性 他的伤害又是削弱了不少 对 特别对方的阵容里 有一个庄周留人 像夏侯敦这样的肉 你想杀人比较难 但是干枪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这局还是要看Hero的真大腿 就成 就成 对 夏侯这边 上了 但是银匠这边找不到输出位置 大招中 绝接秒 这个大招真的漂亮 对面估计都没有想到 阿豆直接被带走 张飞好大 这一波是Hero的机会 强打进去 装周毕倒 导完之后看下一个 杀人应该一个多能放 跟进去 这一波Hero团阵打得非常漂亮 对 不追了 你看就是要这点 一定要干枪秒人 现在如果九层不能让对方强行减圆 就没有什么打架的能力 现在的时间还来得及 现在队伍当中的压力 就在九层一个人身上 但是这点好在 九层是队伍当中 最能承受压力的人 如果现在干枪的技能命中率 无法保证 那么Hero团阵真的打不了 大心脏选重 对 重 主宰拿掉 要开始自己的地狱发育时间了 我们见过目前地狱三分钟 就是3500块 一条主宰三分钟时间 就拉开3500块的警察 打磨上前 看中路的位置 一套秒 这波还是没有算好一个伤害 这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要注意在这样的版本当中 不管你射手位打野再狠 能瞄你的英雄总归能瞄你的 你打野还是你打野 这就是真的是没辙的办法 反正大家记住一点 有时候排位当中也是 不要看到一个射手很肥 太害怕 他再肥 他也是个脆皮 这个是没法更改的 是 黎兄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TS的节奏 其实不太好 他们没有通过大桥这一个点 去一直比如说去骚扰对面 或者是和对面进行一个闭团 但是他们这一局是 基本上一直在被迫的跟对面打架 而且他是一个都没推掉 来了 补上伤害 插一下 没有杀掉 就是你会看到 这是我说他们的问题 在拿到局面一定优势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扩大 就这支队伍的话 他最大的优点是稳 他最大的缺点是太稳 这是个问题 大乔给技能 这个位置还是直接垂死 一旦被拿到优势之后 伤害你已经是没办法抗衡的了 这波团战TS是肯定不能打的 因为马克波罗不在 更有收到马克波罗是他们阵容的 唯一输出核心 只能说九成那一下秒 都太关键了 直接一个大招收掉了一个 近乎满血的大桥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再拿黑暗暴君 任何一支KPL的队伍 特别是有冠军潜势的队伍 你只要给他一点机会 他五分钟就能还你一片天空 主宰 外塔 二塔 兵线 野区 暴君全是他们 就只要三分钟的时间 很可怕 达摩 三件套了 暗战斧 宗师之力加破军 现在马克经济是 已经是全队最高了 对 应该说是全场最高经济 但是几波团战 马克的一个输出 没有体现出来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TS这边 我个人感觉他们应该怎么打 前期的话更多地用一下老夫子这个点 就他们在拿到局面一定优势的时候 多去老夫子那条线主动打一下 老夫子只要绑到 大乔就拍打 反正我人一定比你多 将马可波罗出高 我怎么都把这个人头拿了 拿完之后 庄周一开打 大家掉头就走 你也追不上 但是你仔细看 这局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过一次大乔跟老夫子的配合 即便前期经济完全是持平 而且塔是一座没推掉 反而是Hero酒精这边提前推掉对面 中下的一个外塔 现在正在往上推 这就是我今天赛前跟很多向上伙伴聊那个点 我觉得Hero跟TS六四开 Hero领先一城在经验上 直接一套带走 老夫子倒 安克波罗撕血 二技能加大招直接撤 吃不消了 现在九层伤害太高 帽子做完了 随便一个小技能中 就是一半选 跟进来 这个太过分了 被拉回去了 而且因为干枪可以随意越过你去输出你的后排 你顶在前面没有意 冲动了冲动了 这个是响一波 有机会了 对 正面压进去 只剩一个马可波罗 他有点难受 不敢往前走 干枪的伤害也太高了 直接一下先刮残 对方的辅助 干枪顶进去想强杀 马可波罗绕后转进去 结果守住了 没兵线了 有点 有点拖大了 这一波 本身的话马可波罗这个点输出很舒服 没有人管他 九层选择了去押对方的这个辅助大桥 没有去管对方的射手 直接给马可波罗打了一波完美输出 看一下这个位置 马可波罗绕后输出 干枪选择打大桥 没有人管 这个时候 找到机会的马可波罗一缩子弹 先打死白起 紧接着抓着干枪的技能CD 直接大招转进去 瞬间再收一个 而且干枪回家了 白起大招当时是已经嘲讽住了马可波罗 但是后续伤害是没有跟上的 因为对我他的思路是发散的 每个人的目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是 在经验方面还是Herolyn先不少 但是这波团战确实没打好 现在的TS需要利用这一局的比赛 尽可能的去适应KPL的节奏 一种节奏感上的变化是他们非常需要的 他们在预选赛当中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 虽然说实力非常强 但是在扩大优势 就是滚雪球方面做得不够完美 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真正的实力完美地发挥出来 这场比赛节奏就是太被动了 是 老夫子家大招的组合没有打出来 他们就没法扩大优势 因为其他人不具备主动干准的能力 对 反而是跟对面正面团战 正面团又太吃马可波罗的一个伤害 只要马可波罗这边残血 TS就完全没有打架的一个可能了 对 没什么办法 加上九层中路的发育时一直没有被限制住 特别废 这样这个局面 一手好牌没打出来 一定要难受 再来一条猪仔 而且没法抢 只能让 这个局面基本上TS这局交代了一半 如果Hero这边自己不再出现高力量的失误 其实 你看九层对阿豆这边上有的仇人值很高 因为阿豆其实在很多职业队伍的评价上是非常高 他是队伍的主指挥 对 在很多教练的口中 他的模板是EDGM的Coco Coco是什么 常规赛最佳辅助 他的一个风格属于那种 巨传指挥型辅助 能力很强 英雄直升 能肉能坦 然后也能打这种功能型的辅助 然后 会跟教练去探讨很多战术性的东西 他是一个战术素养比较强的选手 你字幕非常的清晰 年纪就会 其实阿豆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嘛 对 不过这局的话确实表现 马上说了 相应会比较平淡 因为太好的表现 杀不掉了 你仔细看一下 他这局的表现其实有点束手束脚 你目前没有看到大乔去很好的控制局面 包括说去调动队友 都比较少 闪现 走 我觉得他有点难跑 看这边愿不愿意交技能追了 还好 赵飞是不愿意先手交大招去留人的 现在赵飞是我交大的话他必死了 不愿意把这些大招交在一定身上去 想又来上高地 现在马上又是黑暗暴君 10秒的时间 黑肉这边可以选择先去把黑暴君拿掉 然后控制一下兵线 三线齐发一起到中路 这样是最稳的 其实控三线的方式也是要让我们讲一下 我们中路的兵线别动他 让我们把边路的兵线清掉了 他往前走 因为中路的线是比较短的 所以你要控制他的速度 对 中二场拿掉 然后拿暴君 现在暴君拿完的话就要上高地了 节奏非常快 看一下活动区域方面 张飞一直活跃在这个中路的位置 他什么都不干 他就是保九成的发育 因为这局比赛 他们在中路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 九成的发育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 经验上的区别就在这儿 DL走进非常的清楚 在目前这个局面 虽然我阵容不占优 但是我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找到我阵容当中的关键点 他们非常明白就是我阵容当中 现在这样的局面 唯一能够去拯救队伍的 就是一个高爆发的法式 所以一直在保干净 他们大赛经验比较充足 包括他们的一个思路会比较清晰一些 这边毕竟是必要首秀 第一场 其实这个表现开局打得不错 我们要允许新人出现不稳定 这个很重要 闪电潮 直接闪流大桥 给一剑没有杀掉 没有留住人 不过张飞还有大招 是 中路马上并线来了 看一下要不要选择上高地 高地 上路有点难 有点难 有大桥在 对 有大桥有庄中 你要硬来也不太好办 如果被反打一波的话 也蛮伤的 上路兵线到了 下路兵线也到了 还是要看九城 九城能不能开团之前 先来一个神剑 看一下大招出去 没有关系 反拉一手 张飞跟大招上来够不够 大拨进去秒两个 接着非常完美空气 现在再锤倒地 结果不出人机可能要一波了 马可波罗根本刚不住 直接带走 高地破 兵线在 上路有兵线 那么这波应该已经没有办法守了 我们提前恭喜 Hero 九镜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非常丰富的经验 提前出来了 其实TS这边阵容 我们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给了一个他非常高的一个期望 但是他们确实第一场的表现 不信任意 没打出来 实话是说没打出来 我们看到刚才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像高地那个时候 就是白起的第一手控制 他并不是为了杀人 他是为了把人拉出大桥的一个电梯范子 拉完之后 我们知道在逆风局的情况下 装周的大招 其实是解不了那么多控制的 直接看到 接下来张飞一个大 放完之后 打磨的一个完美进场 一拳打两人 瞬间一波弹出 马可波罗找不到输出环境 这一场凌智和九龙发挥都非常好 凌智当时在下午还 下午以及中路都有单杀过对面 是 就这局 以TS的阵容来说 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阵容不允许他们逆风 来看一下九成的一个输出占比 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五十三点四 揭幕战第一局打了一个 能登上记录的一个数据 直接超过全队的一半伤害 九成在新赛季 雄风不减啊 还是很强 对 并没有任何的削弱 看来一个修赛期对他来说 真的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你目前看到 这样的一个阵容 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关键点 你会发现在场上的一个选手意识 其实非常重要 教练决定的是场前的东西 在场上究竟应该怎么做抉择 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队伍当中的指挥了 对 这局 你记不记得我在第一局开场的时候说过 其实这局TS如果要打开节奏 就要从中路下手 包括Hero都是 Hero如果要打开节奏 边路是肯定抓不死的 有大乔这样的英雄在 包括夏侯敦这样的点 太难抓了 老夫子 如果要打就是保中路的九成 那TS其实一样的 你想不让对面打开优势 你就要去中路压 不停地压干将才行 对 其实在七分钟之前 TS这边一直是有一定的少优了 但是打不开局面没有用 因为TS这个阵容 其实你不允许劣势 就是说因为一旦到达后期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那个阵容 它是没有什么太强的团战能力的 但是我还是要打开优势